NBA接获赛一直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关心的第一项大重点了 那可以看到东区冠军战这边 那打完了两场比赛呢 现在双方是战成一胜一败 就是刚好就是各拿一胜啦 那个人觉得在第一场比赛的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紧张 尤其是热火队靠着GME BATTLE的一个表现 逆转几败赛的迪克 先来谈一谈第一场比赛的这个表现 当然第一场比赛我们看到在迈阿密的主场 前面两节其实热火队是一路落后的 不过看到在第三节热火队在GME BATTLE的带领之下 打出了一个单节39比14的这样的一个攻势 从原本上半场这样的一个落后 一下子到第三节打完变成两位数的领先的一个分叉 我觉得GME BATTLE就展现了他在整个季后赛这样的一个统治力 因为从他从76人队来到热火队之后 其实他的例行赛没有这样的一个得分大爆发 那今年在2022年的NBA季后赛 GME BATTLE加上在这个系列战第一场比赛 已经是有三场比赛得分超过40分了 他就是为了季后赛而生的男人 就是这个例行赛稍微划水一点 真的是没有错 可以看到他第一场比赛呢 41分9栏板五助攻 三项数据都是全队第一 不过很可惜啊 在这个周五的早上比赛呢 这个好像有点气力放进了 这样在第二场比赛呢 是127比102 这个输蛮多了 输了25分 被塞尔迪克呢拿回了一场 那这场比赛 不然巴特表现也是很出色 他拿下29分 但对方团队合作 杰森特特27 像Smart也打得非常的好 这是不是今天热火队没有办法取胜的关键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NBA的气候赛的一个赛制 前面两场比赛是在迈阿密打 那今天塞尔迪克能够在客场抢下重要的一胜 我觉得今天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刚才小兰讲到的 Marco Smart 这位NBA今年的最佳防守球员 还有Air Hofer的一个及时回归 今天包括了Jason Taiten Smart 那总共有三名球员得分 还有Jalen Brown 他们三个人得分都超过了20分以上 看今天这场比赛 好像感觉啊 就看到了上一轮 密尔瓦基公路 在第七场输掉那场比赛 完全 绿山军呢 这个三分线啊 是把整个热火队今天可以说射爆 没错 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现在目前觉得塞尔迪克 感觉第一个他们年轻的年轻 有得分有得分 有防守也有防守 最重要是像Air Hofer这种过去啊 我们是想说蛮不错的球员 但曾经低迷过一阵子 来到塞尔迪克回春了 在季后赛打得非常好 这是不是现在塞尔迪克 很有可能可以越走越远的关键 我觉得到了季后赛NBA 其实基本上还是看防守了 那前一场比赛打得非常 这个亮眼的Jimmy Butler 也是不错的一个成绩 但是其他的绿叶球员 就没有办法支援热火的 这样整个进攻 所以在今天整个塞尔迪克 外线发挥不错的情况之下 像是刚才小安讲 Air Hofer第一场比赛 可能我才是因为COVID-19确诊 所以他错过了第一场比赛 但是他跟SMART的一个及时回归 就帮助绿山军 及时的恢复正常 抢下了非常重要的 在迈阿密的这样客场胜利 没错 那我们就继续来观察一下 后面东冠会打得如何 那当然看来这个东外部分 来看一下在西区的这个部分 第一场比赛打完了 哎呀 真是有一点点差强人意 这个独行侠好不容易把太阳干掉了 结果在第一场比赛 输了一屁股 这真的是蛮惨的 这勇士队 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勇士队攻守均衡 但独行侠也输得太难看了 对 而且勇士队这边还让了一个GP2 那小独行侠啦 过去我们叫他小牛队 独行侠在上一轮 能够过得了太阳这一关 其实是跌破蛮多人眼镜的 没错 那当然那样比赛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气候赛第一个是防守 他们让在防守方面 让太阳队是打得非常不舒服 是限制住了CP3 还有Darren Booker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而且他们在外线上的发挥也非常好 不过在昨天的那一场 对勇士西区冠军系列战第一场比赛 就像是刚才前面讲到的 除了防守之外 他们的一个投篮命中率 从第一节开始就拼命打铁 没错 他们昨天整个三分球命中率 虽然他们投进的三分球比勇士队多 但是他们全场三分球命中率只有两成二 我觉得这是昨天他们大比分输给勇士 命中率低是一个主要原因 对 而且你看整场都是有看到 当局在表现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图卡 其实整个勇士队感觉有点像 回到15年夺冠那个时候 感觉整个你看Curry 其实得分也没有到爆量 但是他抢下了12个篮板 然后包含像K Town 还有像整个其他的球员 有七个人得分上了双位数 刚刚亚里又有提到了 你看我们独行家命中率36% 这种命中率怎么能赢呢 投了48颗 打铁了这么多颗 打铁打成这样 那个篮板都光了 所以可以看到整场比赛 独行侠最后87分 四节子拿87分 勇士112分算正常 输这么多 其实真的是 可能也是意料之中 西区冠军系列战的第一场比赛 没有人想得到独行侠竟然在三分线外的一个投篮次数 比他们在两分线外的投篮次数 还要来得多 那勇士赢就像刚才小兰讲的 我觉得Curry他真的是一名无私的球员 他自己得分不用这样的说是一个像东曲局这样的一个大爆发 要拿30分40分 但是他可以非常好的就是诱发他在场上其他同侪之间 其他球员的一个化学效应 包括了浪花兄弟的Clay Thompson Jordan Poor Wiggins 昨天第一场比赛 各个表现都像明星球员 所以昨天大比分击败独行侠真的是不让人意外 真的难怪 人家都说一个球队有一个好的中锋 好的空位真的是相当的重要 那讲到空位这个部分 我们续续来聊一聊 其实在空位这个部分 过去其实有很多出色的球员 刚刚我们看到 现在目前勇士跟独行侠 他们的教童 过去其实都是球员之战 我们可以看到 Clayson Key现在是独行侠的教练 那当然这是他在02年加盟篮网那时候 这应该是05年 跟卡特加入的时候的一个照片 那当然像Steven Kerr 以前就是在公牛队跟马刺队效力 那其实Kerr就说了 在03年那个时候 马刺篮网那时候在打总冠军战的时候 他是在板凳看着 Jason Key在场上奋战 其实球员时期 当然Jason Key 我们以前讲他 老兄弟都知道Jason Key 以前球员时期 所谓的大三元制造机 那球员时期的表现 的确是要比Steve Kerr要来得好 不过讲到了Kerr 不管像是公牛也好 马刺也好 他的手指上的冠军戒指 是要比Jason Key要多很多 大概只是比Robert Hawley 真的要比他多很多 当然两个人球场上的表现 到现在脱下球衣之后 那现在 其实今年的Jason Key 找了Jason Key来当总教练 我觉得真的是 Jason Key 能够突破过去这几年 都走不出第一轮 我觉得今年的Jason Key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的一个棋 没错 就可以看到虽然说 Jason Key 在过去球员表现相当出色 当然教练之后 过去在公路 现在在那个Jason Key 其实大家突然是蛮期待他的 然后大家也期待说 这一场对决 除了球员之外 在教练的表现 可以一样的相当出色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在目前整个预测的方面 就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现在也有很多人预测 整个夺冠的一个部分 那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东区跟西区 我们刚才球队四字已经讲出来了 然后现在目前 大家都看好勇士夺冠的几率 还有赛的夺冠的几率 不过现在好像有人认为 这个ESPN的预测 跟那个网民的预测 好像是一个反指标的一个趋势 其实在前几个礼拜 我们跟小兰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会记得 很多人看好太阳 还有公路 还有公路 去年的总冠军 密尔瓦基公路队 结果第七场被干掉 去年同样是打了总冠军 在太阳队 那时候想说 哇这个大家专家看好的几率 太阳第一名 结果太阳现在已经提早放暑假 所以这个东西 对于专家来说 他当然会有他个人的意见 你看现在在东区很多人 ESPN的专家都看好塞尔提克 在西区是看好勇士 不过球是圆的 那最终结果如何 还是要打了才知道 其实很多真的 很多在看球的球迷 都很希望就是能够 稍微被看碎的那一队可以晋级 所以很多人认为 好希望是独行侠对象 热火这个组合可以出现 那当然其实说真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刚才赛前有讨论 就是说在整个季后赛 出现了很多这种 很精彩的比方和比赛 那有时候出现 落差比较大的时候 这也是现在 过去的季后赛 感觉巨头云集 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 好像压倒性的胜利 今年的季后赛 感觉好像对对都有机会 而且场场都说不稳 而且在前几个礼拜讨论 我们讲到 在今年例行赛的MVP 最热门的三个人选 包括了字母哥 包括了Bron James 包括了Jewel MB 结果这三个热门的MVP人选 他们所属的球队 现在没有一队 能够在现在季后赛 继续留下来了 所以说你说有球星 那不见得就是季后赛的一个保证 反而是我刚才提到 像是金州勇士队 像Stan Curry 他要寻求他生涯 第四个冠军戒指 我觉得以他这几年 这样的一个球风 因为勇士队也两个赛季 没有打进季后赛 没错 今年我觉得对于Curry 还有大商之后回归球队 Thompson来说 今年在这些绿叶球员 Wiggins Jordan Paul的一个辅助之下 真的是蛮有机会 重回荣耀的一年 没错 我刚才讲到Curry 那其实看看他的前队友 有没有前队友 就是在07年那个时候 从他老八传奇 那时候勇士队的 他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球员都有说 Curry是他看过少数武士的巨星 Matt Vaughn 他也曾经跟Curry当过队友 也是希望他能够赢到 第四枚冠军界 那Curry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听听他赛货的访问 On both ends But when you When you look at that Did I hear that? When you look at that Hey,Raven,you got Good job Good job Thanks for You ordered that That's not exactly What I emailed you But close Yes,Keep going When you look at that Fill You know Try to figure out A game plan Do you look at The offensive side Or the ball Or defense first? 你懂得回答那问题 我感谢你肯定打扰我 但你懂得回答那问题 好 看完整个季后赛 目前的赛事状况 我们当然来回顾一下 我们在整个比赛之前 就是我们讲 打到冬冠跟西冠之前 我们觉得有些遗珠之憾 最大的遗珠 我们的太阳队 而且前景期也跟家里哥说 可能可以在Nash 或者在巴克里做不到的事情 可以在现在Chris Paul 跟布克上发声 就没有想到 这打的真的是荒腔走板 最后四战真的 我觉得太阳队输给自己 真的 家里哥 这三张图 你看我们第一张 Chris Paul生涯第五次 搞砸了原本七战四胜的2比0领先 太阳队在第七场比赛输球 这也是Chris Paul生涯 他生涯其实很长 他已经第八次打这种 抢7的比赛了 但是这八场抢7的比赛当中 Chris Paul只赢了其中的三场 这两天有一些国外的评论 就是讲说 那Chris Paul为什么每次都是含恨 遭到淘汰 因为他身边是一直没有一个 很称职的绿野球员 就像当年的Michael Jordan 身边有天下的第二人 Scottie Pippen一样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其实除了在场上的一个权力付出之外 其实有时候你在整个NBA生涯当中 也要有一点点运气 就是你能不能有真的很适合的人 跟你来组成这样的一个搭档 因为以现在这几年 最近这十年的NBA的一个生态来说 太多人的一个抱团 对 没错 我们讲说抱大腿这个行为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刚才雅里克有说到 Chris Paul真的球运差了一点 就我们你看整个这样拼牌这么多次 而且他刚才想到就是在2比2领先情况之下 被追到2比2之后没有赢过 所以Chris Paul真的是一个蛮悲情的英雄 但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跟他这次的绿叶上场 刚才有提到 跟Chris Paul上半场11投0中 哇 我们之前上上上级 我们有说到Chris Paul创下了 连续14投都命中的这个记录 哇 不知道我们会变成反指标 我们讲完之后的那个命中率超差 后面市场太阳打得荒腔走板 而且现在还传出 当然这个也是要求证一下 就是说有外国媒体报导 好像还有太阳队的球员 在这个比赛之前 有一些喝酒 狂欢 其实这些东西赢球都还好 输球就被放大解释了 以前公牛队的一个联霸时期 Michael Jordan在纽约跟尼克队的一个比赛 那时候也是系列战 我如果没记错 也就输到前面两场 那时候也有人说 Jordan好像跑去大西洋城赌博去了 Jordan都没有去证实 也没有去否认这些东西 他只是说我一定会拿下胜利 不管是打几张比赛 他说到做到 我觉得这个就像你讲的 乔安讲的赢球治百病 那你今天输球 那就要坦然来面对外界的一个批评 不过太阳队除了输球之外 我们反过来看 也要称赞Jason King所领军的独行侠 的确在最后的第六战 第七战 在防守方面是做得非常称职的一个工作 没错 这个教练团也相当重要 当然讲到教练团 太阳队这边管理跟教练也出了一些问题 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太阳中锋 也就是选秀状元 到现在还没有顶星 跟他同期的Jamal Murray都已经拿顶星了 老板就是不给他 还跟教练有了争执 这也替他未来 可不可以 现在有传出来 可能火箭想要脚以他 想丢出wood跟golden来去换他 这可能在下一季 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觉得他绝对有人要 现在只是看他个人的态度 还有他经济团队 Diangry Ayrton 刚才小兰讲 他是2018年的选秀状元 虽然现在没有谈到顶星 不过今年他在太阳队的一个薪水 也超过了1200万美金 太阳队其实已经对他不错了 太阳队基本上有他的一个战力在 要不然今年也不会拿下例行赛 最多胜的64胜 现在就看他个人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很明显他在第七场比赛 跟太阳队总教练Monti 是有沟通上的一个问题 Monti是今年NBA例行赛的一个年度最佳教练 我觉得球员跟教练之间 如果没有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的话 绝对会影响到场上的一个战绩 那太阳队第七战被淘汰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来 真的不让人意外 没错 那也就希望未来持续加油 我们会持续关心我们NBA消息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